妈妈满怀欣喜地拿出玩具 女儿却躲在门后不肯出来 在老师的耐心引导下 秀秀才投入了妈妈的怀抱 然而不到三秒钟 她又挣脱出来 身为留守儿童的秀秀 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妈妈了 秀秀的妈妈看了十分心酸 但这次回家 她已经决定不走了 在家好好陪伴女儿 可几天后的一个雨天 秀秀妈妈找上了易老师 托她把一包零食带给秀秀 易老师却说秀秀好几天没来了 望着落寞的秀秀妈 易老师觉得其中一定有隐情 再三追问下她才说出事情 原来秀秀的父母要离婚了 秀秀叛美了爸爸 秀秀三岁时 妈妈为了偿还家中的外债 选择了出门打工 回来次数很少 以至于女儿都认不出来她 更别提与她亲近 本以为这次回家能三口团聚 可却落得这样的结局 易老师听了很是不忍 立马就找到了秀秀家 决定劝说一下秀秀吧 可男人的态度十分坚决 离婚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 不过好说歹说 爸爸还是答应了 让秀秀见妈妈最后一命 第二天 秀秀妈决定继续出门打工 易老师抱着秀秀送别妈妈 可惜再三引导 秀秀也不肯叫一声妈妈 见到妈妈上了车 秀秀也全无不舍之意 易老师抱着她良久 直到汽车渐行渐远 再也看不到踪迹 这边是刚忙完 幼儿园又出了事 村里干部找上门来 说易老师的幼儿园 不符合开办规定 一个是幼儿园老师 没有幼失资格证 再是接送小孩要专车 不能用简陋的板车了 易老师问了专车价格 四五万的价格 简直是天方夜谭 没办法 幼儿园只能宣布停办 最后一天 易老师亲自拉车 将孩子们一个个送回 说明了停办的消息 并把多余的学费 退给了家长 然而来到秀秀家时 秀秀爸爸却不见综艺 问了伯母才知道 不久前爸爸也出门打工去了 将孩子托给哥嫂一家照顾 一听幼儿园要停办 伯母不乐意了 白天谁也没空带小孩 看着夫妻俩因为秀秀吵了嘴 易老师也很无奈 拉起板车继续送 最后一个是妥妥家 院子里只有一个盲眼的婆婆 妥妥跑过去打招呼 易老师也上前搭讪 看着照顾自己的困难的婆婆 她说不出口幼儿园停办的话 半场又将妥妥抱上了车 路上看到独自一人坐在门口的秀秀 易老师停下了驾车 你先回来 梁的孩子又重新回到了车上 易老师决定替他们的父母 承担起养育的责任 路上天真的秀秀问老师 这边有没有打招呼起来 这边有没有打招呼起来 你打招呼起来 这行径打招呼起来 行径是难防呗 难防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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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老师犹豫着 带着孩子们爬上山坡 望着远处模糊的山影 这里一起往南走 一起往南走 从天边给人家提防 这些行径 爸爸妈妈求求了一大王 嗯 求了一大王 六个月后 易老师的幼儿园 在当地的父亲下重新开学 幼儿园的留守儿童 也增加到27名 遥望南方的童年 是一部关注留守儿童 问题的冷门家座 城市繁华背后的村庄里 有妥妥这样的留守儿童 有秀秀母亲 这样再也回不了家的打工人 还有无人养老的盲眼婆婆 平淡的剧情背后 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 幸好还有一老师这样的人 撑起了留守儿童的一片天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到了这个群体 或许这就是影像的意义吧